第2場4班1千米 相對比較均勻這場賽事 因為有些好一點的馬 又撿了一個內蕩 我又不太喜歡 所以傾向選擇外蕩的馬 先說13號的寶貝爾 田泰安蘇惠賢 這個組合剛剛就揹了一次飛 那隻暫光追星熱滿丁了 這隻寶貝爾 看看會不會加一些功課 先說這隻馬 上場是久休復出 投了很久 拖出 撲上來的勢勢是強的 走進懶位 這次復誇 田泰安繼續摸著他 心中有馬 看見泥澤 大圈都交由他包辦 跑三季都未出過頭 因為今季復出 一出又好表現 希望可以贏到頭馬 即是三季都未有頭馬交出 如果今場或未來幾場不贏 那些馬之後都是用來做腳 再選一隻 有些水準不差的 1號的行星夢 跑兩次都堅 一出就即贏 勁跑王 那一場 然後那一場 一面倒熱門 輸給亮化寬藤 就突如其來 即是很神的馬 今次縮下1千 我覺得連馬斯是有些特別容易的 我看他套過眼罩 幸好撿過十一檔 我覺得他應該可以帶來正面影響 近來操練都在重量為主 不能快跳 縮下1千 應該會有些少許的賠率 我覺得他有機會挑戰一下頭馬 2號的開心人生 上場很明顯 彭國是個人不適應的場地 基本上是由馬可 你當他沒有跑過 應該是涼涼是馬 那你再看前一次 莫雷拉跑追上來的勢 多強 今次過回來田草1千 是搏一些賠率 但放了潘頓上去 撿過十三檔 可能會 未有想像中的8倍 9倍 我想這些馬大概5-6倍 都直撥 win 當然看林祥這馬 這馬 都不容易跑 但這馬是有 狀態是好的 7號的年年豐收 就放在松花操號 來的了 試兩棵松花炸 800米 1000米 都贏的 放到莫雅上去初出 那麼 連馬斯剩下兩棵 應該今次過年 初一 就開始又來了 了 選完這四隻 其實都有一些 無敵勇士 中歡笑 可以留意一下 這兩隻 都撿過一而當 所以一般 中歡笑 上場也上名 上場就輸給二話不說 蘇兆輝騎 蘇兆輝今次就不騎 騎了那隻無敵勇士 都是一隻 跑得 即是你輸給全城 你設全城上班都再贏 那 也覺得他是蘇兆輝選騎 但雖在撿過一檔 雖然上次都是撿過內檔 克服到 但有時候蘇兆輝炮 即是 孤靈精怪 即是 你自己騎場 再看看賠得對不對半 那些範圍闊的場合 我都不是說信心太大 暫時提供了13號的寶貝兒 接著1號的行星夢 2號的開心人生 7號的年年豐收